今天一起床北京就下大雪了 本来今天我们计划是去一个店里面拍照 画了一半的时候就收到消息说他们闭店 我现在已经把那个底妆画完了 正好今天是情人节嘛 那我就来画一个情人节妆容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很喜欢过节的人 我们俩都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过节的人 就觉得平时其实很多的时刻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节日有一些回忆 感觉会更有意义一些吧 更让自己记住说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昨天本来我们打算出门买菜 因为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出门买菜了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超市七点多就关门了 所有超市 就是你出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像是夜里凌晨两三点 就是没有地方开门 但是当时只有七点多而已 今天继续踏上买菜的路 没有想到我们的情人节的计划 就是出门买菜吧 然后今天的眼影呢 我打算用Charlie Tuberi的这一盘 粉紫色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干燥玫瑰的颜色 然后昨天有跟大家分享那个厨具嘛 然后很多人说我是不是 这太显色了吧 每次就是录一些厨房的主题 大家都会觉得是就是只有家具播主才可以做饭 和美食播主才可以做饭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像我之前在这个Room Tour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想法一样 谁说厨房不可以是一个时尚的厨房 就是我觉得这两者一点都不冲突 然后时尚跟生活我觉得也是不冲突的 在生活化的一面给大家展示你的时尚理念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两个不是对立的吧 这可能是大家对于厨房或者对于时尚的一些 故有的一些想法 但是呢我就希望通过我的视频吧 跟大家传递一种 我自己对于这个时尚和对于生活的一种不同的理解 就像当你说到北欧风格的时候 或者说你说法式风格的时候 你其实是把它想象成了一种印象 一种画面 它一定不是特指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人身上的单品 它一定是他这个人通过生活 通过穿搭 通过他的表达 还有他喜欢的这些凸显他个性的一些东西 组合而成变成的一种氛围 叫做北欧风格叫做法式风格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无法拆分的就是一部分 我知道很多人理解中的时尚就是不接地气的 不能有任何生活感的东西 但是这个就是个人的理解吧 就是在我的理解中 我已经把我的生活最真实最原本的展现给大家了 那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我也希望就是用这种生活方式带给大家灵感吧 不单单是只用衣服 或者只用某一种特定的形式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颜色 我发现每一个四色眼影盘的右上角的这个颜色 好像都是我最常用到的那个颜色 然后我会用这个比较深的这个颜色 来画一下眼尾和眼线 不过说实在的 我之前发那些做饭的视频啊什么的 我真的也没想到说 会有那么多人 会很喜欢就是我那些厨具 或者说生活上面用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也说明了 其实现在大家很多 关注度也在生活的这些东西上面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生活上面的东西就应该让你看着赏心悦目嘛 这样子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很枯燥很无聊了 今天是14号嘛 然后我估计我这个视频 日更的视频会录到17号吧 就是可能大部分人都复工了 然后可能我之后的工作也会多起来 我觉得就是这段时间 大概日更了有8天了吧 现在 再有3天 对一共可能11天10天的左右的时间 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就是我自己也是灵机一动 想到的这个日更的这个想法 我当时其实就觉得说 大家闲在家里都没有事情嘛 生活状态都比较相似 都是在家 然后也没有办法出门 其实 我就觉得我如果录了这些视频的话 可能会 就是给对大家会有一定陪伴的这种 作用 然后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 就是我的生活也会变得充实 还挺珍惜 这段时间就可以这样很安静 你就是会比较沉甲心 没有太多杂念去分享很多东西 其实也不用考虑太多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从一开始分享 然后到到后期的一些视频 我的心态上面是有一定转变的 就是当你一开始你没有任何对观众的预期 和对于大家声音的这种认知和想法的时候 你是会非常的轻松和没有顾虑的去分享 但是随着之后 关注的人越来越多 你可能会有一定的束缚 你会觉得我这句话是不是不该说 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想掩盖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 而是觉得说我说了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顾虑 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确实就是觉得 也有找回以前一开始录视频的那种很自由很轻松的感觉 所以我还挺就是珍惜这段时间的 这个颜色金色的带亮片的 就是还挺闪 它单涂的话看起来就是和肤色会融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叠加的话应该就是还是挺闪的 挺美的一个颜色 我那天发完视频以后 然后有一个女生她是在上海吧 然后她说她是在前线 她是在一线工作的人员 然后她说回到家以后看到我上传了vlog 然后她就觉得好像一切都跟以前一样 她可以打开手机看看视频 听到她说这些话就觉得还挺心酸的 就是就是大家好像都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生活啊都受到一定影响 然后真的就是所有人的希望 就是这件事情真的赶快过去 来上高光 高光今天用的是Fenty的这个 这个也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个高光 所以从这儿就去看出它的那种水光的感觉 它亮片还真的挺大的 我觉得 从上面往下看 你看从这块 看是不是这边 它稍微上一点点的修容 已经很久没有上修容了 用的是Hourglass的这盘 就是把它和那个腮红混合在一起 涂一点 就是比较有那个修饰脸型的效果 用的这块非常古老的苏酷的腮红 它是这种渐变的 我记得是很久以前我在日本买的一块 然后它里面有个小刷子 我的这个情人节的妆容就画好了 我很少用这种裸粉色的口红 但我觉得配这种粉紫色的眼影还挺好看的 就是没有太多的攻击性 然后也比较自然 我要去换装了 这难道不是一件为了情人节而生的衣服吗 穿上这件衣服好像瞬间了到了夏天似的 怎么样 不错 你今天要穿那个吗 不能穿吗 老婆 外面穿外套哎 我又不是这样出去 今天买卖什么首饰把我的首饰盒拿来 你来挑一个让大枣来挑一个 我喜欢这个 但是这个不配啊 这个很好看但是不配 好看吗 不配了 配吗 红配蓝放这些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戴这个的话 项链就带一个比较简单了 他早选了这一条 也是我在想的那一条 没有没有别的 别的都是老粗老粗的 看这多粗 感觉 这个我挺喜欢的 不要挡住我的镜头 谢谢你 哪不配的 这样配的 发型弄了 我发型还没弄呢 哈哈哈 真不忍富 带这个吧 看这个 这是塑料的 放开放开 这个当上这个怎么样 如果能记上CLpl 欢迎回到北京王室 现在就应该演一出 有话好好说 我笑你 你玩的三里 上一段我的三里 这儿显得脸小一点好像 如何穿一件衣服打造不同的look 然后再一定要配上我的买菜装备 两个苹果 给它好像是番子 我们出去买菜吧 拜拜 理想中的情人节look 真实出门的时候 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还是没有给你买新拖鞋 广大网民凑罪了些 大家赶快众筹给大早换一个新拖鞋吧 嘿 二十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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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去过超市以后 相当的丰富 非常的丰富 今天又是本人担当主厨 为您准备的是保仔饭 是不是你的最爱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情人节早上已经说过了 你断片了 好吧 今天我们多做一点米 这样明天就可以 剩下的米饭就可以炒饭吃 我之前没有做过嘛 今天第一次挑战 然后看那个菜谱呢 是说有些人推荐可以涂 涂一些油就在蒸饭之前 这个我觉得是为了不让那个米 更粘在那个锅上吧 怎么样 刷这个好爽的感觉 好像跟那个刷油漆似的 这个米呢是那种泰国西长条的那种米 我给点减水了 先让它大火 然后把它烧开以后 再转小火焖 一会儿见 先焯一下让它放饭 懂吗 好吧 放泡了 放泡的时候转中火 放泡了 放泡 再焖10分钟 等那个鸡蛋差不多好了 然后再下鸡蛋 哦怎么样看着 是不是很可以 下一步是下姜末 都放太多了 先笑了 先笑了 先丑了 先丑了 我来给你盛饭哦 但是可能没有外面做的包在饭好吃 先插上包在饭哈 嗯 好吃 成功 简直太成功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最厉害的是 基本没有什么可能失败 是不是 很容易成功 干杯 餐饭快乐 我来给你盛饭快乐 我来给你盛饭快乐 我来给你盛饭快乐